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日 星期日 這幾天的局勢 可以說是歐洲來說 很緊張 在香港的朋友 可能你們感覺不到 但是身處歐洲的我們 其實就感覺到那種 是一個大戰一觸即發 的一個氣氛 普京 當然是 瘋了 因為在烏克蘭輸得瘋了 結果 他 搞一個 假公投 把烏克蘭四個地區 吞併 那四個就是 路金斯克 頓列茨克 澤波羅烈 以及 克爾松 四個地方其實都是南部的地方 即是東部到南部 連成一線 連克里米亞就把這個 東南部的 海岸線完全吞併 當然 俄羅斯的這個做法 當然是全世界都不認同 連中共 也不敢撐他 也是棄權 譴責他的聲明也是棄權 令到這個有趣的通過 普京已經到了狗急跳牆 已經沒有路線了 我們看到國際局勢越來越緊張 來曼地區 已經是 輸了 被烏克蘭 全面奪取 澤連司機也加速申請加入北約 因為現在 局勢出現了很明顯的變化 美國和加拿大宣佈支持 烏克蘭加北約 這是最新的訊息 烏克蘭也向國際法院起訴俄羅斯 這樣侵略當然不行 而這個世界 通常只有你去求銀行 現在反過來 世界銀行 向烏克蘭追加5億3千萬美金 我現在要借了5億3千萬美金 當然俄羅斯另一個最近想拉攏的人 叫做土耳其總統 這個獨裁者 愛爾當安 愛爾當安也沒有辦法接受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地區 因為太噁心了 明明是納粹 俄羅斯也做了很多髒東西 他們 綁架了習波羅爾核電廠的總經理 而德國的防長突然訪問烏克蘭 大家已經看到 全世界都圍繞著這件大事發生 好了 車神那個死亡人說呼籲普京用核武 其實 我覺得美軍應該是派一些特擊隊就將這些 IBM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專門出來說這些 進行斬首 讓他們 沒有那麼多話說 好了 頓巴斯 這個大折 即是這個萊曼鎮 烏軍可以說現在 直指這個 北頓涅慈克 什麼時候可以攻陷他一個州呢 我覺得 以 整個西方世界提供的軍援肯定可以的 那麼究竟普京 是不是真的會動用核武呢 而英國也面臨著 一個 很大的 威脅 一旦 如果他真的向英國 扔核彈 肯定 就是扔倫敦的啦 難道真的會扔黑池嗎 當然不會啦 一定是扔倫敦的 我們人身處在倫敦 我們也感覺到那些 是有威脅的 不過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真的正宗的七輸八沒辦法 因為 世界局勢好像是整定的 究竟會不會爆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因為如果普京 是真的動用一次核彈 就一定是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了 因為你只要動手的一刻 其實我深信美國 英國 他的那種還擊 是一定 將你俄羅斯摧毀的 他會摧毀俄羅斯所有軍事設施 以及 如果真的扔倫敦 英國一還手 就是要 同歸於盡 就是要你整個俄羅斯陪葬 我是相信英國有能力 令到俄羅斯在地球上消失 雖然可能倫敦沒有了 當然我們在倫敦我們也可能陪葬 說得好像很悲壯 其實 因為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沒有到這種感覺 我們在英國的朋友 那種感覺 比較強烈 這節也跟大家說說那種感覺 其實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大時代 今年2022年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時代 近這幾十年來 很多東西 歷史突然間 好像在你面前 重現 詳細的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能力許可的朋友 我們呼籲你 支持我們的Patreon 現在我們只得了一個Patreon 就可以接受 月費贊助 或者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訂購我們的VPN 在片尾就有了 如果經濟環境不好 也不要緊 記得 支持我們的 點擊廣告 在六部曲裡面 點擊廣告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以及建設留言 這個很重要的 建設性留言 在裡面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就會增加他的推送率 令到多點人可以看到 影片 從而 我看到最近 留言換約了很多 真的有幫助 其實最好是討論 因為 如果你 每個人不同的時候在裡面 討論 都回覆的話 其實是 那個 互動性是挺強的 因為你會推送給人 通知 有一個 notification 我相信這樣可能的效果會更好 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看到普京 其實他已經狗急跳牆了 因為 他沒有試過 執政那麼久 也沒有試過輸得那麼慘 而現在烏克蘭 那種奮勇基本上是不會跟你停的 國家被你炸爛了 侵略到這樣 跟你有得妥協嗎 是不能妥協的 要是換人 現在唯一可以解決的就是俄羅斯發動一場政變 最好是軍事政變 不是政治政變 很簡單 Q1 Save Billion 殺一個普京就可以救回10億人 這個 看看 究竟 俄羅斯人會不會有人這樣做 會不會有人起義 一槍就搞定 爆頭就簡單 如果不是 有機會 俄羅斯過億人 會陪葬 當然倫敦的人會先死 要炸就炸倫敦啦 難道又有本事炸到美國嗎 我們看到了 最近 中俄的核潛艇被美軍發現到 出現在白令海峽 白令海峽已經可以對美國 造成導彈的覆蓋 即是核武 已經可以覆蓋到美國本土 所以其實已經很危險 現在 是不是在重現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呢 其實現在還比當時更加危險 看他的形勢 因為 克魯曉夫也是相對是理性的人 兩個國家 當時是處於敵隊 但是 可以說是勢軍力敵 但是現在的普京 他真的輸到內褲也掉了 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他很難 未必會再理智 因為理智的人會告訴你 你只要用一顆核彈 人家 英國好 美國好 就會 就會採取一個 毀滅性的策略 一定是把你穆斯科 聖彼得保而為平地 然後你的烏拉爾 黑山 很多不同的地方 羅斯托夫 一定是 有軍事設施的地方 一定是全部摧毀的 怎麽好 寧願你俄羅斯人可能射一億 因為 他不可以接受到第二顆核彈 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 出現 第一顆 你敢射一顆 跟手而來 美國 英國就會把所有核彈射到俄羅斯 一定是使得 俄羅斯徹底毀滅的 地球上可能就沒有俄羅斯人了 但是到了這個地步 當然世界也算是很慘重 也可能會有 核子冬天 不過我相信已經不想到那麼多了 當你有人 發動 走一步的時候 大家攬著一起死 那麼我們身處歐洲 身處封眼倫敦 其實 可以做的事情是沒有的 也不想說 危言耸聽 叫大家走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我也覺得這些事情 國安天明 如果真的要走的 真的要出現這種情況 不要緊 跟大家永別 那麼 我覺得生死有命 沒有辦法可以避免 你說要避免 避免得多久啊 人在倫敦 難道要走去黑池 我們 我們可以選擇去黑池 但是我們也覺得 其實也沒有那麼必要 如果是 既然英國提供到 一個 那麼安全的地方給我們 我們 共患難也應該的 那麼 那麼 現在 今年 一個大時代的年 安倍被刺殺 然後英女王 駕崩 結束蘇聯的戈爾巴喬夫 今年有病逝 現在收到消息 這個叫做哈梅內伊 又說手術失敗 應該死了 他們跟中共一樣 不公佈死信 可能就快會公佈他的死信 然後那些人就找回 獨裁者魔咒 今年習近平久稱 69歲 1953年出生 1953年6月份出生 今年慶祝了生日 已經久稱可以死了 69歲今年 之前記念他 還是普京 至於49歲了 快要是1976歲 是不是會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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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帶走他 我們真的 我們希望美國佬 我們希望美國佬 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 是不是真的無端端會 消滅這些邪惡俗心呢 不過 這次 俄羅斯是萬劫不服的 他怎麼走 也是死 除了一步 只有一步 就是他裏面的人發了一場軍事政變 打死普京 然後就把所有責任推到他身上 成立一個新政府 向烏克蘭道歉等等 其實這樣才可以保存 俄羅斯 是不被世界消滅 否則 其實現在俄羅斯的人 你們一定是死的 你們一定死了一條 如果你敢向任何一個 當然他在烏克蘭扔核彈 就未必西方國家會有這麼嚴重的補負 但是如果你扔倫敦 其實我也很肯定 我們 會有過億的 俄羅斯人陪葬 莫斯科 聖美德堡陪葬 當然 你們已經死了 誰跟你陪葬有甚麼意思呢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英國人是不會向你屈服的 不會被你 核威脅 威脅到的 英國也沒有一個防空導彈可以攔截到你們的核武 不過 英國是有能力 是報復 而報復 肯定是要你整個俄羅斯同歸於盡 這節 我們說到現在的心情 其實 你說很沉重 也不是的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決定不了 我們不能避免 當於這個世界要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只能夠比較坦然面對 也是說一句 人家開放一個地方 政治庇護給你們 收入那麼多香港人 人家有難的時候 你就很無義氣 我覺得 高通進退是有需要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